那我們先聽英文的 英文 其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第一次就是讓小朋友 去上幼稚園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的第二個小孩 已經在肚子裡面懷孕了 我就跟我老公說 我覺得差不多該把第一個小孩 送去幼稚園上課 不然我到時候變成我一個人 在家裡又要帶大的又要帶小 非常明智 趕快出去 有多人送你 要上不去了 三歲的時候要上幼稚園 對 那時候我就開始在家裡 因為想說離家近比較方便 我們也是公公婆婆會都一起去看 公公婆婆跟我都覺得 家裡比較近的這一間 感覺好像還不錯 也滿近的 但是校舍都舊舊的 就是比較簡單 有一個我們終於看了一個 有一個又有操場 又有校區 覺得真的好棒 但有一公里遠 但我們覺得錢也不錯 CP值滿高的 於是我們就去那裡上課 上課第一天 爸爸還特地就是請假 然後就想說 第一天自己帶小孩去上學 結果後來第一天去的時候 我跟爸爸兩個人 因為他請上午的假 我跟爸爸兩個人 把他送去的那一天 有點不太順利 林探老師就一開始 給他們玩玩具 那他會害怕 一開始也是玩玩得很開心 發現他發現所有的人 家人都走了 他就覺得我們會走 他說等一下你們也會走嗎 我說會 大概10點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要離開這個學校了 他說不行 你們不能走 他就把我們手 就坐在他的椅子下面 壓住 就不讓我們走 然後最後是老師說 爸爸媽媽 你們差不多要離開學校 爸爸就先走 爸爸就先到外面去車上坐著 我就是最後那個走 我說好 那我再陪他一下 要是你了爸爸拿走的料 對 然後結果後來老師就說 大家排隊去上廁所 他去上廁所的時候 他就一直黏著我 我就一直抱著他 我說妳要下來 差不多要進去了什麼之類 我好緊張 我要去工作 後來老師是直接強硬的 把他拔走 你就上廁那個手 就是真的是這樣子 媽媽要4點就來接妳了 妳不要哭 他就開始 就哭了哭聽喊地 但我就真的就忍住 我就轉頭 我就覺得對 要聽老師 要把他放手給老師就走 我跟我老公兩個人 因為我老公有看到那一幕 我老公是遠遠這樣子看 然後我跟我老公兩個人 去吃早餐的時候 瞬間 在我們三年多的世界裡面 早上都有這個人 瞬間沒有 然後我就說 我覺得我有點難過 然後我就開始上網查 上了幼稚園 然後難過 就有查一個分離焦慮症 媽媽的分離焦慮症 然後我就想說 該不會是我有分離焦慮吧 但是因為那一篇 都在寫小朋友的 所以我就想說 媽媽也會有吧 第二天我自己一個人帶他去 我自己一個人帶他去 我也想說我要勇敢 最後也是 老師也是把他拔走 也是很強悍的說 媽媽妳以後就送到門口就好了 不要進來了 那我就真的自己一個人 就邊走路邊想事情邊走路 就一直哭... 眼淚是不停的 就是一直流 然後一直哭... 別的媽媽都不會嗎 妳們都不會嗎 對啊 我很難過 我走一公里回家 我就坐在我家的便利商店 然後就哭到我口都渴了 因為那個眼淚是一直流 然後我就買一瓶水 然後就在那邊灌水 然後我公公剛好開車經過 然後就看到我就說 還好吧 他就看我整個眼睛 說就跟鯨魚一樣 他說你怎麼哭成這樣 我說太難過了 我說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做 我還要叫公公去 對 我說我沒有辦法做這件事情 我說爸爸你明天帶他去 那我公公就跟我講說 你們這個小孩就是要放手 就是讓他去 我說好 那你明天你帶他去 後來我就真的第三天 就讓我公公跟我帶他去 公公哭更生 對 結果我知道 真的假的 我就是我老公的角色 我就是先走 我就沒有辦法 快十點了 我就是先到外面去 我就遠遠看到我公公抱著他 小孩也是很黏他 因為公公都會陪小孩玩 他就抱著他 他最後也是騙去上廁所 他也是 我就看到他就被拔走 然後我公公就這樣 戴著帽子 帽子拿下來擦汗 然後走出來之後 就坐在車子就望著幼稚園 然後就看到小孩 被老師帶去花園 走一走 逛一逛 因為他在哭 會影響別的小朋友 然後我公公就說 他要把他帶去花園 他要帶去哪裡 他一直這樣一直哭 會不會被帶去怎麼樣 就是我們會有一些 我們自己的幻想 然後我說爸爸不會啦 放心 我已經有兩天的訓練 今天有好一點 兩個又約去便利商店 開拳 開拳 那第四天 第四天跟第五天發生了一件 我人生中就是覺得很可怕的事情 因為其實他這三天的放學 去上學的時候都很難過一直哭 但他放學之後有一點過分開心 他的過分開心 就是突然間他變得好開心 但是別人都沒有感覺 但是只有我跟我老公覺得 你有沒有覺得他怪怪的 我覺得他怪怪的 但我不知道他哪裡怪 那第四天 因為我們真的都要工作 沒有辦法這樣每天的 那我婆婆去接他 帶著一個朋友 朋友就開車 就帶我婆婆去接小孩 他們就跑去對方家裡玩 對方家裡有那個溜滑梯 他就那天晚上我也是錄影錄完 我老公打給我 他說健保卡有沒有在你那裡 我說要健保卡幹嘛 他說他就是出事了 我說怎麼了 他說我現在不知道 就聽說溜滑梯 然後吹著笛子 然後笛子插到上額 就是 然後我說怎麼會這樣 我就真的回程的路上 因為有夕陽 我也是又一直哭一直哭 我婆婆其實有說 她說她也覺得她很開心很興奮 要出去要跟朋友約在家裡面玩 那沒有想到在家裡 就是可能就吹笛子玩 玩太瘋 然後就插進去 後來就進醫院 然後最後就是送他 你知道那個過程真的也是 不知道該 就是 他怎麼了 你知道我們去的時候 他就給我看他傷口 你知道那是看不到 就是他整個肉是這樣炸開 像一朵花一樣 後來真的我們也沒辦法 就簽手術同意書 然後還好就是一切都很順利 但我就不敢讓他去上課 我們家的人覺得 也有點不太順利 我們就沒有去上 後來我就說不管了 我要選學校近的 就是他自己喜歡的 學校近的很重要 比較近 然後環境可能比較熟悉 後來我們就去那個學校 那我就跟那個學校老師說 老師 我覺得可能我生病 就是我有分離焦慮 也許不是小孩 可不可以讓我就是 一起上課 對 一起陪伏 對 我說可不可以 就是容許我一起上課 要多一份薪水也沒 就是多一份學費也沒關係這樣 我說沒關係 他說我們大概知道你中空 那你就來吧 我就說那我就當自工 我就當姐姐在那邊陪他們 就是上課 然後後來 你可以感覺到小孩從 跟你只有一公尺距離 到兩公尺 到十公尺 到他差不多十五公尺的時候 有一天我就跟老師說 老師 我覺得時間差不多了 妳可以不用再來了 對 然後老師就說 好 我知道 所以妳今天可以了嗎 其實老師問我 老師我說 所以妳今天可以了嗎 我說我練習 他就說好 我跟他講 小孩也是哭 也是一樣很痛苦 可是十分鐘左右 老師就傳了一個LINE的貼圖給我 就說還有照片 就他沒事了 你知道那時候瞬間 我就在路邊大哭 可是那個大哭是開心的 是覺得我終於放下來 然後我自己有一個練習 水瓶做了英文 那選到這一項 大家如果也選到這一項 覺得妳的朋友是因為失戀變胖 只想賴在家裡 不想出門才跟你爽約 那麼妳是哪一種父母呢 妳是溝通型 有一個重點 妳看 有事好好談 花時間溝通 或者是教導 講道理 所以很多事情對妳來說 是需要時間的 剛剛說的分離焦慮 也像是這個 對 就是要花時間 所以重點是理解 比如說是理解 問題出在妳身上 還是問題出在我身上 對 慢慢的去摸索 所以並不是屬於這種 我很懂 我最會 妳聽我的就對了 可是這一組就是 說不定我也有錯 那我來搞清楚看看 所以應該會是 開明的父母 再次回到我身上 我愛意什麼 我的天啊 我可以說 我愛意什麼 為什麼 你愛意什麼 我愛意什麼 我愛意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 你愛意什麼 我愛意什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